在这个图呢 他就有这个罗里啦 然后他从A 从工厂去A 再从A去B 然后他8点AM开始 这个是他8AM的时候 他开始 所以他在这一边呢 他说Based on the table calculate the total mass of the negatarian is root 所以你看这边他有多少个 1 2 3 4 5 6 7 8 所以他这一个乘8 所以他这边是4000kg 4000kg呢 其实也是4tons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一边4加1.5 他就是5.5 所以他这一个是4加1.5 所以他答案是5.5吨 OK 所以5.5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他说他10点的时候 他到达A 所以10AM的时候他到达A 所以8AM在这边 10AM他到达这一边 然后过后呢 他休息一小时半 OK 他休息一小时半的时候呢 就是我这一边加1.5小时 所以他就是11点30AM的时候 他出发 然后 呃 去B2 times faster than its early speed 就是他的那个speed2 会是等于我的speed1乘2 OK 2 times faster than 2 times OK 他的两倍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什么speed1呢 他会是等于我的distance1除以time1 我的distance1是80km 我的time1呢 是多少啊 我的time1呢 是多少啊 我的time1是呃 8点到10点 他这一边是2个小时 10-82 所以他是40km per hour OK 他从工厂去A的时候 因为他很重嘛 所以他就架的很慢 40km per hour 然后他去到工厂A的时候呢 他就把他的那个一半的那个重量拿掉了 所以这一边他就少掉了2吨 他就变成3.5吨了 然后他就可以架的比较快了 他就可以变成他的2倍 所以我的speed2呢 会是等于他的那个2倍 of speed1 所以是2乘以40 所以他是80km per hour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的time呢 我们懂那个dst嘛 这边dst 我要time的话是distance over speed so 我的time2是distance over speed2 所以我的distance2是多少 我的distance2是200km 我的speed2是80km per hour 所以我的那个 有没有他的那个80km per hour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就零零一夜 然后per 5 per hour 然后2.5小时 2.5小时 2.5小时 我这边200除80 然后他是2.5 2.5小时 所以他是2小时30分钟 OK 所以他问他几点会到达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他的hours跟minutes的时候 他早上8点他早上8点开车 然后10点到达 然后一小时半休息 两小时半走车 然后在这一边 他这个是60 然后这一边是13 然后减60加1 所以他是1400时 所以他答案是1400hours 或者是2pm 这样 OK 所以他答案是2pm